作詞曲 李宗盛 就是打機 其實我小時候是一個很喜歡玩這個網絡遊戲的人 而我的入行經歷也是因為網絡遊戲 我當時是一個Showgirl 因為當時的遊戲 可不可以說遊戲名字嗎? 叫《極夢團》 我們那個年代 她就邀請玩家去做Showgirl 當時我才開始接觸了這個行業 但是之後因為工作 其實是放下了遊戲的東西很久 但是直到現在 其實現在工作開始順利了 還有有時候 好像前陣子我自己公司 有一個第一次參與了一個慈善節目的一個舞台 那時候真的很緊張 我其中一個減壓的方法就是遊戲 因為有時候我們需要在旁邊等很久 當我們坐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不斷攪拌一些自己的對白 其實會令自己反而很緊張 那我就會開自己平日玩的遊戲 在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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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自己放鬆 然後到差不多真的要埋位的半小時 之後再準備好 其實我覺得對我自己來說 也是一件好事來的 所以我現在近來是有畫 而且剛好她又出了一些手遊 就是一隻我以前童年回憶叫做魔力保護的遊戲 對 我實在是剛剛玩了整個月 差不多 對 找回以前那種小時候的打機的感覺 但我也會控制一下 但那種感覺又有種回味在這裡 為什麼你以前小時候可以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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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通常逢星期六天就玩 我不记得他那时,不知多少时间可以玩六个小时 然后就很限制自己在那六个小时 就要不断玩完你那天要做的事情 也是一个挺特别的回忆 其实我行山的经验 从五年到六、七年开始行山 当时还没那么流行 我当时也是跟朋友 因为不懂路,真的要靠朋友 网上的资讯都不多 当时去行山,我也是穿一对普通的波鞋 之后开始挑战一些较难的山路 例如山路不是弄好 是泥路和沙石路 他发现原来那个鞋是不行的 它是会很滑 而且那些线是会 你踩到地上 你会有那种滑下去的感觉 另外就是有一次 就跟朋友挑战了走一个二十多公里的山 那时候也是穿了一具普通的运动的鞋 走完之后,屋子宫是损了 那天真的很痛很痛 然后我就真的真真正正去买一双行山鞋 因为那时候走得不太密 现在走得迷了 我自己觉得行山鞋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 然后行山鞋也有很多不同款式 有高筒的,有正常低筒 而且鞋底其实是会有很多省纹 令你抓地会好很多 而且它的包边其实是跟我们平时的运动鞋一样的 它是硬身一点的 所以我们走路的时候 你的脚趾弓就会有鞋头硬的位置做保护 那就会不断滑下去 所以我就知道为什么那次走二十多公里 你的脚趾弓会磨船了 就是因为你不断下斜的时候 你的鞋子在前面不顶着 那你的脚就会不断摩擦 所以如果大家都想行山的话 不妨真的去买一双行山鞋 会更好一点 而且真的滑身也很大 但是你也知道在山上 你不断摸的时候 其实是很难下山的 所以这一件事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的 所以这一件事大家一定要记住的 那时候就有一个行山的一拍 其实那时候也走过几座不同的山 而且这一座山是我所挑战的 而刚好他们会去拍的就是鞋蛇尖 鞋蛇尖是香港很出名的一个西贡三尖之一 它是最尖最难爬的 因为正常你真的要走这些山 真的要有一个熟路 我认识一些行山经验人士 但如果真的自己走很危险 那天就有个教练带我们上去行 那我们其实一团人都几十人一起上去 那个经历都很大阵状 而且因为我们要拍摄 我们就陪平前一天 可能你上去拍摄相片就下山 因为我们每个地方都会重复拍摄相片 要在那里等 所以我们是拍到天黑的 另外就是这么多人 你喝喝吃吃的问题都有人解决 其实就是真的要找几个帮手 一些有体力的人士 他们是帮我们帮了几十支水上山 而我们下山的时候 我们一支水都没有弄的 但是上到去我觉得很值得的 因为西贡那边完全离开了市区 那整个风景是大自然 海 非常之 就是广阔 三百六十度 所以也是很棒的 不过下山的时候就辛苦一些 可能有些同事 可能他们没有走惯山 就会觉得很危险 因为它那个 为什么要三尖 因为它很斜 比如你想想下山的时候 可能车到到三十度 就是畏高的人可能很好的 而且它有很多碎石 所以我觉得那个经历 对我来说挺特别的 而且很难得 我觉得是很开心的 也很惊喜的 也是一个荣幸 因为我知道它这个八大网的选 其实都有这么多年历史 很多人都要认识 那时候我知道有提名的时候 我也很感谢提名 我不知道哪个朋友 因为我知道上面 他们有他们的提名方法 才有机会令到那些选委见到我 而它选了我做 就是 年度最佳事务上 其实我也很开心 因为 因为 那个选委 我相信应该有很多 不止 可能是亚洲人 可能是一些外国人 它都可以 因为我的笑容 而吸引到 其实我会觉得 都很开心 是一个永恒的 是的 多谢 多谢选我 的各位 其实第一节以来 我都在运动方面 都发展着 尤其是普拉提 因为 其实这几年都疫情了 大家都知道 很多事情都拖延了 或者停了 我现在就去了 进心我的普拉提 训练的 所以 希望 今年 可以成功 我可以开到 这个是我的目标 可以考到牌 就是开到自己的studio 不过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要一步一套 暂时 这是我的目标 希望可以成功 影视 其实影视 我也是等公司安排 一直以来都会去 又去 Casting 其实我们都是 需要 每一部剧 要拍的时 导演 监制就会去选择 我们就会去Casting 所以 都是每次 真的要等机会 我觉得 现在阶段 就是装备好自己 其实 之前 也有 有些监制 也有谈过 他们都知道 我是比较运动型 也有问过 我会是 打女的角色 会不会有兴趣 或者是OK 因为 他们都会 其实 他们每次都会 想一些不提赛的 我都会认为 可以的 我就想着 现在就长期 保持这个状态 可以保持这个状态 如果能保持这个状态 什么时候 有一个角色来的时候 就可以去做 这部剧就是 刚刚前看 做了一个舞台剧 但我觉得 舞台剧的压力 实在比 拍剧拍戏更加难 所以我觉得 非常欣赏 珍赏他们 做舞台剧的演员 因为他只有 是困停 而且你不能说错 对白 你非常熟 走位 因为我们 那天 可能做了 十分钟的舞台剧 其实我们用了 过多星期 时间的 重演 因为 从 我们未知道 场地 到我们 一起排 的时候 我们只可以在 一个 有镜房 去对 对完之后 才可以去演场 去试一次 然后就再 直接按照表演 所以 那个挑战性 就是 你少些 少些心血 你要 受得住 那个 压力 因为那一刻 你走出去桌 的时候 就要说 那个对白 以前有很多人 那天 我有看回 我自己的表现 我也是 在台词 那里 就差一点 不过 不知道 观众们 有没有听到 但我知道 自己有点 错 如果说 戏和剧 我当然会想多些拍剧 因为拍剧 其实 和电影不同 就是 剧 每一个角色 他会再多 很多 他的心路历程 你可以看到 那个角色的成长 但是 可能是在一个多钟里面 去交代一些剧情 所以 我觉得 如果演戏的话 其实你演到剧的话 你就可以真正正正 去尝试 演每一个人 还有 我觉得 剧的 角色类型 是会比戏的多 戏 可能很多都是现代 小代 但是 其实 会比较多一些古代 古装 其实 我都会 希望有一天 我都可以尝试到 古装的角色 因为刚刚 我跟检制谈了一些行山节目的东西 那时候我就搜寻了 台湾的一些 岛的东西 我发现台湾的一些 大自然的东西 都挺丰富的 因为它是一个海岛 而且它最高的山也有四千多元 我是不知道的 而且它有很多值得去的地方 还有一个 想不到就是 它那里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神木 有成千年历史 它说 它是要几十个人围着它 才可以全包裂 所以非常吸引我 我知道 日本都有很多山下 但是 刚刚我看完 台湾的山 我已经有一个 所以 我就会选 好 A 因为A这个角色 会比较近似我 而冰山美人 我觉得 因为我发现 我一笑上来的时候 就很难 可能我小小的表情 都会比较开朗 所以B 对我来说 演技上有一个千战性 我想演的是A 但如果要千战 我会演的是B 是 A 因为我也喜欢吃东西 我也有煮食 不过 煮食 这个转型 可能是之后 因为始终 都要去读读读读读读读 而且 你知道煮食 有分钟菜 西餐 还有很多 Fusion 有机会的话 我会去学习 最新一期PCM 已经出版了 Couple Face 有没有Jumbo 珍熟鸭 大家快去买吧 对啦 好 然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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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